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苏女士和王先生 我们首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是希望就是说 夫妻双方的这个信任 能够重新建立起来 夫妻之间的信任出了问题 对 好 苏女士 你呢 就怀疑她的问题 所以的确是有 不信任的问题是吗 好 那你今天希望 有什么结果 算你行 你要把回不到以前吧 不是要吵吵闹啊 吵得就是搞得这个家 确实 哎呀 不像个家 就没有那种 温暖和爱的吧 她也累了 我也累了 从诉求来看 这对夫妻之间 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其实结婚七年来 王先生挣钱养家 苏女士照顾孩子 两人配合默契 一向恩爱有加 直到三年前 苏女士突然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那是一个周末 苏女士带着两个孩子 去了一趟娘家 等她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家阳台上 莫名其妙地 多出了一样东西 正是这样东西 令她浮想连篇 回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准备去收衣服 厕所边站 不是有个小阳台吗 我就看到 就晒了那两条 男士的内裤 还有女士的内裤 然后那个女士内裤 她是吊在 那个空调下的上面 然后我就觉得 她是不是带女人回来了 你的第一直觉是这个 对 这个念头是突然一下 就出现在那脑海里 她带人回来了 她是说 基于以前她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 我以前从来就没划衣服 你走之前 那个地方有晒衣服吗 走之前没有啊 回来以后才发现 你说你发现的是 在空调的架子上 那时候有很大的风吧 外面 从这个挂衣服的地方 吹落到那个架子上了 是这意思吗 是啊 她就是到阳台上面 练衣服嘛 她说这里怎么有条短裤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我都是个 蒙蔽状态 有可能是刮到风吹来的 那我不相信 防毒船那么密 应该很难吹进来 什么东西吧 我说我住了几年 都没看到 就是飘进来什么东西 只有可能是 本来就晾在那儿的 是吧 因为我有个同事 也跟我说过一个 相似的例子 她也就是说 家里也就是阳台上面 突然莫名其妙地 多了一条这种 内裤了 家里一家大厂 厂了厂去 结果呢 确实是风吹过来的 真没法解释了 这个东西 我的感觉就是 有口难辨了 我说我不可能 把人家带到家里了 是吧 我就算带到家里了 我也不会留 这个证据放这里吧 是吧 而且我说 你可以去找我们小区的保安 是吧 调我们的一个 电梯的一个监控嘛 你看就是说 是不是有女人 跟我一起上下电梯嘛 就是一起进了门 是吧 我说你可以去 调这个监控 反正怎么说呢 她都不相信 我不相信 她就是把她带回来 后来我就跟她吵了 吵了到凌晨 两三点钟吧 我拉到手机 就去看 就是淘宝上面吧 我看那个什么 历史搜索 那都是一些那个什么 女孩子买的这些 什么东西吧 小白鞋啊 这什么 什么女士套装啊 还有这什么 姜水啊 圣诞礼物啊 追剧零食啊 这什么 我觉得这都是女孩子的 我当时看到了 我又很气愤 我就说 你是不是又跟这女人 在一起 是这样子的 这个淘宝也好 是吧 或者其他的这种APP 也好 购物软件是吧 打个比方 你在里面买过窗里面 或者买过这种 沙发船店之类的 是吧 它会自动推送一些 相关的这种记录在里面 它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搜索发现 他就以为 这是完完全全 就是说一个这个 我给人家买了 什么什么不关系之类的 我说你可以看 我淘宝的一个消费记录嘛 看我的一个定单记录 这些都可以看 讲不通 讲不进去 然后那次炒完之后 我说我是这样子 好不好 我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挽购了 我把手机上面的 这个淘宝这种APP 我就全部卸了 我说我再也不挽购了 麻烦你以后买东西 你自己买 不要找我来吧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因为下面是可以自动的 然后上面那个历史搜索 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 那上面就有那些记录啊 好 如果你说我对这一点产生怀疑 他也提了 他说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求证 查 我买过了什么 有什么记录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你接受了吗 不接受 所以你只是我自己坚信 王先生觉得很冤 这件风吹进来的衣物 简直是非来横货 令他百口莫辩 按照常理 大风吹落衣物这样的事情 再平常不过 可苏女士却不愿接受这个说法 她坚信没有这么巧的事 她判断 丈夫就是出轨了 手机上的搜索记录 就是佐证 那么到底是无巧不成书呢 还是丈夫暗藏猫腻 苏女士说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 她采取了非常手段 我就做一件风宽 自己买了个GPS 查看一下她 行中吧 其实我是想找那个女人出来 在跟踪了丈夫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有一天 苏女士看到那个女人出现了 就有一天 跟踪她的时候 跟踪她后面 看到那个女人出来 就是她 我看到她带那个女的 还有那个女的带她同事 一起出来的 然后那个女的镜子 坐在副驾驶 然后那个女的 就坐在那个后面 我是做销售的 而且平常接受的客户也多 经常都在外面跑 可能有时候要送客户 接送客户之类的 是吧 有这些东西 那你如果是问到我哪一天 我送哪个女人到哪里去 或者我车上坐什么人 这个我完全 我是不知情的 她现在怀疑我的那个人 我说我要有这么一个人 我才能找得出来 我是一脸蒙逼的状态 我说我老子是蒙的 你跟我说有这个人 我也不知道是谁 包括我说 你可以就是问我身边的任何人 是吧 我有没有就是在外面 有过这种迹象 是吧 这个都 大家都问得到过 我有很多同事 或者朋友 是吧 他都有微信 他都去打电话问人家 就因为这个 对 那不是很尴尬 他不尴尬就都不尴尬嘛 没有 当时我听到录音里面 就那个东西 我就是不信任他了 中途吧 那女儿就下车了 好 我听到这个副驾驶的女儿说 她说这么晚了 我们就是别回去了吧 我们出去开房去吧 我听到这女儿说的 然后我老婆没做声了 然后她说 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没听到他们说话了 没以后这回事 她应该是 在我车上是装了录音笔 我去年才知道这个事情 听她知道 不说而已 你有所谓证据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跟她问清楚 当时我看到她 就带了个女人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 完全我给冲出去的 我那时候就想 哎呀 从不出去了 可能我 你当时不冲出去 你回家 依然可以拿着 你所谓的证据录音 去跟她讲啊 我那时候 你当时没有讲 那这个录音也还存在呀 有没有呢 现在还有啊 就是关于这个录音的事是吧 把这个声音能够听清楚一点是吧 我特意在我电脑上面 我装了一个工范机 她哥哥和她神神过来的时候 我说这个有几段录音是吧 应该是有八段还是九段录音 我说我是没听出任何东西 她有没有告诉你说 哪一段就是这个女人说了 你不要回家 她说了 当时那一段全部是杂音 就是说那种 你像放电视一下 没信号的那种 那种四肢的声音 全部是那种声音 你们仔细听了 仔细听了 当时她是有那种杂音 但是如果你仔细听的话 会听得到的 所以你的家人们也都没有听到 是因为他们没仔细听 是的 那你可以告诉他们 这里有问题 让大家仔细听 你有没有呢 他们没什么仔细听 如果是晚上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仔细带了耳机的话 完全可以听得清楚的 那你有在凌晨 或者说在安静的时候 叫她来听一听吗 没有 这怎么说得清呢 你非说有 她说大家都听了 都说没有 这就很难讲了 就是我听了这段录音 就可能我就是不信任她了 之前那件贴身衣物 从何而来 尚且没有定论 这次的录音 又成了一桩悬案 不得不说 发生在这个家里的事情 一件比一件奇怪 但是夫妻俩 却都没有进一步 去查实真相 王先生只是坚持 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但是对于苏女士来说 她是亲眼所见 又有录音为证 丈夫出轨一试 已经是实锤了 而且自那之后 丈夫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引发她无限的联想 她出去干什么 我就怀疑了 怎么着又来 18年那时候开始 到今天为止 我们基本上是三天吵一架 据王先生说 三年来因为妻子的疑神疑鬼 他们的生活不得安宁 就在上个月 因为身体抱恙 他去了一趟按摩店 妻子直接就闹起了离婚 婶子跟店可以为了 女人也不会在那里 还能什么 是吗 不是